巴拉拉小魔仙剪笔画 猜猜一号是谁 这不是笨宝的背影吗 肯定是笨宝 一号转身 妈呀 你有怪我 大妈 你怎么穿着笨宝的衣服啊 这也太好笑了 笑什么笑 猜猜我是谁 这是笨宝的声音 我猜这是笨宝 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 我猜是爱杀 二号转身 怎么会是老师 孩子们 作业都写完了没有啊 写完了 还没有呢 小贝 作业没写完还敢玩游戏 罚你作业犯贝 现在就给我回家洗作业 小雪回答错误 要惩罚喝掉一瓶老陈醋 这么大一瓶呀 喵喵喵 好酸好酸好酸 小光仙 你在跟小雪玩什么呀 我们在玩看背影猜人的游戏 我可我林 你们也加入吧 太好了 大家猜猜三号背影是谁 我们猜是笨宝 不能猜笨宝 这就是笨宝的背影啊 小雪 你是不是糊涂了 你们不懂 我猜这是笨宝 老雪 你确定吗 笨宝可没有这么矮 我觉得这就是笨宝 三号背影 转过来让大家看看吧 你们猜错了 笨宝怎么会穿着笨宝的衣服啊 你们都猜错了 要接受惩罚 没人吃掉一罐飞鱼罐头 喵喵喵喵 好臭好臭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飞鱼罐头 都快给我臭晕了 你们答对也会有奖励的 哼 这里根本就没有笨宝 你胡说 笨宝就是五号 我们知道了 笨宝是五号 可恶 竟然落战了 黑暗魔法 黑花仙 你把孩子们编到哪里去了 他们就在这里 只要你猜对了 我就放他们回去 可恶 花仙之力 一暗之力 小朋友们 快点两小手指 帮我召唤乌宝宝打败黑花仙 救出大家 小朋友们都会帮助我 发送小朋友去召唤艾莎过来的 谁在召唤我们 乌婆婆 那个黑花仙变成了我的样子吧 孩子们都骗走了 艾莎姐姐 小花仙他们站着人多欺负我 看我的女巫之力 一暗之力 可恶 竟然敢欺负我艾莎的妹妹 小朋友们都会发送小朋友去帮我惩罚你们的 明明是黑花仙有错在先 小朋友们都会发送小红星的快色能量帮助我们的